最近這個在南部的行程跑得蠻多蠻緊 然後民進黨的選情一向都是南部得大贏 是不是因為這樣你覺得說 其實南部應該多跑一些 能夠拓展一下黨在這邊的一些知名度 那事實上從我們要相信數字 從統計上來看 他民眾黨在左嘴吸引黨本來就 他的支持度比北部低一些 所以當然就是要 表示說我們在這個地方要花更多的時間去開闊 市長我們帶來的朋友提問 國民黨嚴禁小雞跟您同台 那您是不是也不會再讓了 以後區域立委會擴大的提名 那哪些地方會考量要推派立委人選區域立委 事實上作為政黨還是有它的主體性 所以我們也不可能說區域立委完全不提名 因為這對於整個長期的發展 還是有一些區域立委去經營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盤 因為這樣嘛 國民黨跟民進黨他們都先 大部分都已經提名完畢 那我們就按照人家已經提名的 這種基礎上面在思考說 在哪些地方我們是比較有機會突圍 所以現在各縣市黨部已經把這個 評估會交上來 我們會在選舉決策委員會裡面再去評估 那因為區域立委不好選 會不會擔心像上次一樣提名蠻多的 可是上沒有人上 那還是說您覺得達到左右藍綠的選情效果就好了 其實更重要的是擴展整個地方的組織 這還是一個很大的目的 因為不可能說我們要從一人政黨變成一個全民政黨 一定要有一個擴展的過程 所以在提名區域立委的時候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思考是 怎麼去深耕地方 那同樣也是代替媒體評論提問 侯友宜的民調持續是第三 那也有些藍營的票流 像柯署席您這邊 那今天國民黨安排侯友宜跟韓國瑜同台 看起來是要搶回藍票 那你覺得韓侯同台有用嗎 我倒覺得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 因為今天是防護星的一個活動 韓國瑜去參加這本來就應該 因為他也是軍人出身 所以侯友宜會跑去這個場合去爭取選票 這也是正常的 所以如果兩個人會遇到 這也是一個正常的事情 我覺得很多事情自然就好 另外侯友宜昨天去基隆說 你在台北市執政八年一條捷運都沒有蓋 設施到底沒有動 那你林行政效率是不張 那看起來侯友宜是要用政機牌強調 你做的他做的市政比你好 怎麼看 其實喔捷運是這樣 我們有沒有做的我們非常清楚 因為包括我在任內 那個板南線最後一段到頂埔 那個也是我們蓋的 信義東元線也在蓋 還有另外我們 其實我們在我任內 其實我們主要台北市捷運局 是反而到新北去幫他們蓋捷運 因為當時新北捷運局還沒有效去蓋 像環狀縣的中環段就是 所以他覺得是這樣 不過我知道 選舉到本來就會攻防 不過不要離開市值太遠就好 那郭台銘本來說跟你見面後來喊咖 你們本來有說要談什麼嗎 郭台銘參選會不會影響到你 你跟他合作嗎 以後會不會再見面 本來是有約定見面 結果那個媒體一出來說 什麼郭台銘要併過台灣民眾黨 所以我們在幕僚大家都嚇到了 想說哇在這個時候見面 我們台灣的 不要說所有的媒體 至少一些媒體都很喜歡誇大 一定會大作文章 所以大家想想算了 這個時候先不要見面 等到風頭過了再來處理 那另外還有那個前陣子缺彈 從國外進口那個外國彈 現在又爆出說進口的彈 太多了 庫存太多臭掉 你怎麼看 這就是政府的失能 其實這樣 大概國內需要多少彈知道 你要進口多少彈是可以控制 另外國內是這樣 一般那個彈機你知道 因為你要有彈機才生產彈 所以那個彈機 從一顆雞蛋它變成彈機 它至少有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理論上 你現在有多少彈機 你就可以估計說 多久以後 那個彈的產量是多少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 如果給你超過一個月的時間 你要停止訂單 應該也可以停 至少可以說 輸入進口少一點 其實這個故事只是表示說 政府失能 就是說它不能有效的 我都覺得很奇怪 這個統計數字看一看 然後曲線畫一畫就知道 怎麼會搞成這樣 我是覺得很奇怪 還想問一下 怎麼看說郭台銘全書 跟王金平見面 然後他說 他有辦法說服你 達成郭柯佩 還有這個可能性嗎 這個是這樣 以前我就跟他講說 國民黨的比賽辦法 你都不知道 他就參加比賽 當時你的話又講太滿 你說如果你初選沒過 你要支持侯友宜 這種話有圖有真相 都被人家錄下來 現在怎麼辦 所以常常是這樣 我常常說 我還是主張政治承信 是就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如果你今天講一大堆 你以前講過這些話 你現在要怎麼轉彎 這大問題 那他現在都要先解釋 他現在要做的事情 你以前就話講太滿了 現在怎麼辦 那你怎麼看 因為郭台銘那邊是認為說 他們有機會可以併購 就是邱文哲 以及併購民眾黨 然後因為你聽說 找不到退選的理由 那這個會成為您退選 沒有啦 我覺得政治上 跟商場還是不太一樣 政治 不然有他世俗的一面 還有他理想的一面 所以這種什麼 你用這種政黨的合作 用併購來形容 天啊 這個 一聽大家就嚇到了 主席長問一下他這恰當是不是 不是啦 他不是用此不恰當 因為在商場上 的確有併購 有那種各種手段 可是政治上還是有他的理想 他不是 在商場上 錢是唯一的考量元素 政治上不是啊 那你怎麼看現在就是 黃國昌 因為他跟館長要上海道 但是現在連共青團 都在幫忙宣傳 現在會覺得就是 連黃國昌還有館長 也要被打成中共同路 就是這樣啦 外在 我們還是不可以 不可以忽視 中國大陸 中共對台灣 還是有野心 我以前 一到美國告成跟他講 過去70年 中共的意圖都沒有改變 唯一改變是他國力變強 那所以是這樣啦 我相信在未來的時間 隨著中共國力越來越強 你知道嗎 他對台灣的出招一定 越來越多了嘛 那大家知道就看怎麼應付嘛 那當然這件事情 其實對柯P而言 看到郭董在這邊等他 其實他也沒有太驚訝 但對於這個柯文哲主席的 一些幕僚來說 的確會覺得有一點點突然 為什麼沒有事先先通知 然後就帶著他的自媒體小組 直接來到現場拍攝 話題人物齊聚金門 贏城黃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和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活動同場又同框 晚上還一起並肩看海 想不到現在傳出 是郭台銘狂摳海夜襲 讓柯正瑩覺得不被尊重 他有跟你說他跟柯市長 是海市山盟嗎 沒有啦 這個要怎麼回答 他就說有還是沒有 對啊 是不是啦 人家講什麼話 我又不能禁止人家講什麼話 不過這樣啦 柯水主片 那你願意跟他海市山盟嗎 不要再問這種奇怪的題目 那你們昨天聊了什麼 有聊到2024的合作嗎 要怎麼合作 沒有啦 他不會 人家也不會在這種場合 講這種話 不會啦 根據媒體報導 當年郭台銘先是打了五六通電話 要找柯文哲 後來更直接帶著自媒體 到柯P的民宿前等人 讓柯正瑩相當驚訝 而兩人同框看海的照片 再度引發外界柯郭P聯想 民眾黨發言人楊寶貞 也還原當時的狀況 好 昨天柯文哲主席 他晚上的行程結束之後 那在回去民宿的路上 他就有發現到郭董 有幾通的未接來電 所以他就回電給郭董 那郭董就問他說 他的民宿在哪邊 有想要來找柯P來聊聊天 那後來就是柯文哲主席 他在回到民宿的時候 就發現到 郭董他已經帶著他的自媒體 小組的人員 然後已經在民宿那邊 在等柯P回來 所以後來呢 郭董他就直接拉著柯P 然後就說 那我們就海邊看看海聊聊天 這樣子 那其實他們在過程當中 其實沒有聊到太多的一些政治話題 或是什麼合作 他其實主要是郭董他 因為金門離廈門是比較近的 所以後來郭董他就有跟柯P 來聊聊他當時在商業投資上面 的一些想法還有經歷 那當然這件事情 其實對柯P而言 他看到郭董在這邊等他 其實他也沒有太驚訝 但他就覺得 反正就是朋友來見面聊聊天 但對於這個柯文哲主席的一些幕僚來說 的確會覺得有一點點突然 那甚至覺得 欸怎麼可能沒有事先先通知 然後就帶著他的自媒體小組 直接來到現場來進行拍攝喔 所以的確對於幕僚而言 是覺得有一點點差異的 那至於在後續上 柯文哲主席還有郭董 還有沒有哪些相關的這個見面的計畫 其實目前是沒有一些規劃的 現在過後 這件事是喜爛的 可不理會 記憶 有一些看見